大家好,这里是穷色几欲,一个留不开钱的频道 英国媒体经济学人曾把台海称为全球最危险的地方 但亚洲还有另一片海域紧张局势不下中台,那就是南海 这里充斥多个政治实体之间的主权争议 直接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多国,背后还隐含美中的激烈对抗 南海的经济与战略价值在全球范围占据重要的地位 然而南海争议持续数十年,至今未有落幕的迹象 本期影片就来聊聊南海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争议又从何而起 在不久前的2023年,南海紧张事件频传 首先登场的主角是中国与菲律宾 最一开始是双方海警船只的冲突 菲律宾指控中方以军用镭射照射几方船只 中方则反驳是菲律宾海警先闯入中国海域 才与手持仪器驱赶对方 事件发生不久后,菲律宾便按照与美国的合作协议 对美开放争议海域附近的军事基地 几天后,美菲装编就举行史上最大的联合军演 过没多久,菲律宾又跟美日两强 在南海举行首次的联合军演 秀肌肉的意味浓厚 这里我们也能观察到 菲律宾的立场是配合美国自由航行的主张 同时坚持自家在南海的主权 仅如2023下半年,菲律宾与中国再次发生冲突 菲方指控中国海警向几方船只发射水炮 接着又进入一连串互控的环节 在海上争端延烧的同时 中国当局发布了新版地图 不仅引起东南亚诸国不满 也让台湾大感光火 从这份地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有别于故网著名的九段线 本次地图中方新增了第十段线 用来划分南海的主权疆域 而多出来的那条线 不偏不倚就落在台湾东部海域 中国更动主权疆域线图的行为 引起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与越南的抗议 一致拒绝接受中国的领海主张 而美国国务院也发生谴责中国 类似的戏码在南海几乎年年上演 关键就在于 这边区域究竟藏了多少价值 让各方势力都想分一杯羹 南海介于东亚与东南亚之间 周边有中国、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 汶来与越南等地 海域内约有200多个岛屿沙洲 许多都处于无人居住的状态 看似平凡无奇的海域 隐藏庞大的经济与交通价值 作为世界的顶级渔场 全球有超过半数的渔业用船 会前往南海进行捕捞 这里的海底 还蕴藏大量的天然气石油与稀土 石油储备量 可以跟整个沙烏地阿拉伯一拼 至于交通的部分 南海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 是国际贸易的重要航段 通过南海水域的货物 约占全球航运的三分之一 除此之外 光是中国就有将近四成的贸易 必须通过南海 而台日、韩中的能源供应 也高度仰赖这条航线 货运与能源 主导区域局势与世界经济运作 这赋予南海极高的战略意义 从中国官方立场出发 这里正是美国唯独中国岛链的关键区域 有争夺就能炒高价值 也因此周边的政治实体 都严守自家在南海拥有的主权 虽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规定了领海与经济海域的划分方式 然而周边各国为了拓展势力范围 并以不同的原则提出各种主张 其中圈地最大的是中国 当局在南海划出一段U形线 涵盖南海多达九成的面积 并主张中方拥有内部海域的归主权 而中国的主权依据 建立在历史性原则之上 白话来说 中国认为代表中国的政治实体 自古就拥有十段线内所有岛屿的主权 然而主张归主张 中国目前仍无法实质控制 他们宣称拥有的所有岛屿 在和平的状态之下 中方主要掌握西沙群岛 以及部分的南沙群岛 接近冲突区域的菲律宾 也有他们的主张 在菲律宾方面提交的主权海图中 临近该国的一些岛屿 都属于菲律宾岛群的一部分 而当前在该国控制下的 主要是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 包括设有军事设施的中叶岛 再来看到马来西亚 后者主张南沙群岛位于沙巴州的大陆棚 因此自当拥有群岛的主权 实际受到控制的这有五个岛礁 而在南海西侧的越南 官方提出的依据也跟历史有关 当局主张 早在数百年前 越南的渔民就在西沙与南沙群岛附近作业 而代表越南的政权 当时也早就开始积极治理群岛 因此该国理应拥有主权 目前实际受到越南控制的 有南沙将近30个岛礁 最后来看到台湾 由于台湾本体 本就跟中国存在主权争议 升附更高层级的角力 台湾在南海争夺战中的发生空间相对较小 话虽如此 台湾当前仍实质控制东沙岛 南沙群岛的中洲礁 以及南沙面积最大的天然岛屿太平岛 如果把以上政治实体宣称的主权 全部画在南海地图上 我们明显可看出 有许多重叠的区域 特别是我全都要的中国 宣称主权范围极广 与其他势力的重叠区域最多 这已带出下一个问题 如此复杂的主权争议从何而来 按照中国的说辞 早在西元前一百多年的汉朝 南海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后来的宋代与明代 也对南海留下文件的记录 这也是中国主张历史性原则的依据 然而中边国家都不承认中国的看法 有人认为 代表中国的政治实体早今改朝换代 历年的领土也有大有小 当前的中共政权 根本无权继承他们主张的主权范围 而在这整个过程中 台湾与中国的前世今生 又让争议变得更加复杂 时间进入现代 两次世界大战爆发 让全球势力版图产生巨变 此时登场的是曾代表中国的中华民国 战后国民政府派出军舰 前往南海诸岛进行接收 1947年 中华民国进一步发表南海诸岛位置图 标示出南海诸岛的位置 并在群岛外围画出一道断续的疆域线 而这正是曾经的十一段线 然而没过多久 国共内战失利的中华民国政府 就撤手台湾 中国本土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 随着主权义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绩十一段线的主张 后来因为跟越共交好 中方主动拿掉越南附近的两条线 自此 十一段线变成了九段线 1951年 中国首度宣示南海诸岛的主权不可侵犯 十多年后的一起事件 更让南海争议 从国际条约上的攻防 升级成国与国之间的正面冲突 1968年 联合国调查报告指出 南海蕴藏了丰富的油气资源 庞大的利益 让周边国家沙红了眼 1974年 中国与越南爆发西沙海战 双方阵亡人数破败 而中国也顺势拿下西沙群岛的控制权 于此期间 菲律宾与马来西亚 也陆续控制几座岛屿 到了1982年 南海冲突再次升级 中国与越南再度开战 中方又取得多个岛礁 成功南下拓展势力范围 随着时间演进 这片海域自此进入大乱斗时代 各方势力争端不断 大小摩擦平传 而各国也纷纷在自己控制的岛屿上 增建军事设施 一路来到亚洲金融危机以后 中国与东西深化战略经济合作 南海主权冲突大幅降温 但近年美国冲攀亚太 加上习近平上台后 持续推进力道 在美中进局之下 南海冲突再次燃起硝烟 总结来说 南海问题非常复杂 不管谁说的在里 最终比的还是拳头 至于未来会如何发展 就让我们继续观察 好了 这集的重设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最后我们强烈推荐 严选台湾美食与进口精品的电商平台 DMark马克优活 也欢迎追踪我们的脸书跟IG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